最新消息带预关系的是金曲歌王王力宏 他原本是受邀担任这一届金曲奖的表演嘉宾 要以好友的身份现唱并缅怀疑故歌后李文 但没有想到因为王力宏他过去的婚变新闻 这表演环节不断找来了大批网友的抨击 王力宏的经纪公司在今天发声明表示 各界热烈讨论已经失去了致敬的意义了 所以为了避免模糊李文对音乐的贡献 他们决定请辞金曲演出 文化部也发出声明向支持者跟大众致歉 但同时也强调说虽然这表演的桥段取消了 还是会保留对已是艺人的致敬 歌手王力宏原本受邀到第35届金曲奖担任表演嘉宾 向已顾歌后李文致敬 以好友身份现唱经典歌曲 但王力宏曾惹出婚变风波 因此这消息一出就引来许多抨击 有制作单位尽快跟家属来再沟通一次 也必须尊重家属的想法 虽说文化部长李远曾对此出面缓家 制作单位有取得李文的家属同意 但仍有激烈反弹 眼看争议难以平息 王力宏经纪公司在14号发声明表示 受邀在金曲奖上表演缅缓李文小姐的段落 这两天引发各界热烈讨论 我们认为已经失去了面怀好友表达致敬的意义 为了避免浪费社会资源 模糊李文小姐对华语音乐的贡献 决定请辞这次金曲奖的演出 将用其他更有意义的方式表达对好友的致敬 眼看王力宏请辞文化部跟相关单位沟通之后 决定直接取消这段演出 强调未能如其在金曲奖演出 致敬桥段及造成的困扰 向支持者们和大众致歉 希望纷争能画下句点 谢谢陈天玲 新英特别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